即时新闻综合报导,日前传书梵蒂冈和中国可能在数月内签署主教任命达成框架协议,承认7名有北京任命的主教最新消息指出教综已同意与中国签署此协议。 根据意大利米兰网游报报导,有教廷高层官员透露,目前教廷与中国双方尚未讨论见效问题,但可合理推论,双方恢复外交关系是迟早的事。 至于签署的时间点,教廷官员则表示从3月开始,日日都是好日。 范蒂冈明白中范协议不透明,会引发教会内部不满和国际媒体踏发,但教廷担心错过这次签约时机,北京当局恐会改变主义,先签一个坏的协议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据了解,中范双方已确定协议大致方向,现只剩双方签署代表、签署地点等细节待敲定。 中国在3月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之后,渴望派代表到罗马完成签署协议的仪式,曾经可能是主管欧洲事务的外交部次长。 美国国务院分析,范蒂冈给予与中国签架历史协议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想要扩大在中国的福音传播,二为希望促成中国地下教会与爱国教会的合一。 美国了解范蒂冈内部对此事仍存正反两派看法,但若教宗和教廷国务卿都明确表达立场,将不会表态反对,只会密切评估冲击。 我国祝教廷大使馆对此事已有高度警觉。 习指出范蒂冈为了迈向北京考虑把我国祝教廷大使馆牵制马尔他骑士团也可能让台湾另成立对等的文化机构。